请看我手里的这张词汇表 一共有六个词汇 第一个 贴话 一般大人不玩贴话 也不买贴话 小孩子喜欢玩贴话 比如我的孩子 他们就很喜欢贴贴话 这个叫做贴话 我可以说 我的孩子把贴话贴在盒子上 还可以贴在哪里呢 我的孩子把贴话贴在衣服上 我的孩子把贴话贴在手上 我的孩子把贴话贴在墙上 墙 下一个词 海报 年轻人很喜欢贴海报 买海报 比如明星海报 有的十几岁的孩子 房间里贴了很多很多的海报 那我可以说 我把海报贴在墙上 我把海报贴在门上 我把海报贴在什么什么地方 海报 下一个广告 你可以看到了 这是一个广告 这是一个卖房子的广告 我把广告贴在墙上 我把广告贴在门上 我把广告贴在贴在什么地方 下一个字 墙 墙 你可以看到了 这就是墙 墙 你家的墙是什么颜色的 我家的墙是白色的 为什么是白色的 因为有墙纸 是白色的墙纸 那我还可以怎么样呢 我还可以把墙纸撕掉 这个动作叫撕掉 pull it off 撕掉 我把墙纸撕掉 我还可以把贴画撕掉 我把贴画撕掉 我把海报撕掉 我把海报撕掉 我把广告撕掉 如果我把句子变得稍微再长一点 我还可以说 我把贴画从衣服上撕掉 我再说一遍 我把贴画从衣服上撕掉 我把海报从墙上撕掉 我把广告从门上 门上撕掉 最后一个动作 贴 我们可以说 我把贴画贴在衣服上 我把海报贴在 贴在墙上 我把广告贴在门上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词汇 不要忘了下载视频下方的中文ebook 我们已经帮你总结出了今天用到的关键词汇核心句型 把今天学到的全部变成你自己的 在视频结束之前 我想教给大家一个记忆标记法 非常的有用 请你伸出你的五根手指 常常呢 你会习惯把想要记的东西写在本子上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你的手就是最好的笔记本 手指一共有五根对吗 当然是五根了 对 一共有五根手指 每一个手指上请你放一个词汇 请你回忆一下 今天你学的第一个词汇是 是什么 第一个词汇叫做什么 贴话 对吗 第一个叫贴话 贴话 第二个词汇叫做明星海报 明星海报 poster 第三个词汇叫做广告 对吗 广告 第四个词汇是什么来着 第四个词汇是哦 墙 墙 墙 对吗 第五个词汇是贴 我把什么什么贴在墙上 我把海报贴在墙上 我把广告贴在墙上 通常情况下 我们的短期记忆 short term memory 大概能记到 大概能记住五六 或者有的人好一点 七个词汇 我们先从五个开始 你能想起来 你今天学的最后一个词汇 是什么吗 最后一个词汇是 那个动作叫撕掉 所以每天挑战自己 记住六个词汇 不光是要知道怎么说这个词汇 请你造一个句子 来加强你的记忆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 护照 护照 有一些同学呢 会告诉我 老师我记不住这个词 我教你个办法 Who are you 我给你看我的护照 我手里现在有两本护照 一本中国护照 一本法国护照 什么时候你需要带护照呢 通常是我们去国外旅行 对吗 你在登机的时候 需要出示你的护照 护照 第二个词 签证 签证 我们出国旅行 只有护照可不行 还需要护照上的签证 比如我去美国旅行 我需要美国签证 如果我去日本旅行 我需要日本签证 如果我去越南旅行 我也需要越南签证 签证 下一个词 身份证 我这里没有身份证 身份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ID card 身份证 在中国旅行的时候 我不需要带护照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公民 所以我在中国国内旅行 我不需要护照 我需要带我的身份证 ID card 可是如果我从中国到国外旅行的时候 只有身份证可以吗 只有身份证是不行的 我需要带我的护照 以及签证 好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词汇是 航班 航班 航班是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 你要坐飞机 你的航班是 我的航班是KV350 我的航班是KV350 这是我的航班号码 也就是飞机的号码 航班号码 你的飞机是几点 我也可以说 你的航班是几点 我的航班是下午两点 我的航班是下午两点 当然我也可以说 我的飞机是下午两点 这个人在看什么呢 他在看航班信息 Information 航班信息 下一个 登机口 登机 登机的意思就是boarding 口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入口 entrance 或者是一个gate 对吗 boarding gate 登机口 登机口 如果你有一张机票 机票上有航班号码 flight number 还有你的登机口 登机口号码 你在几号登机口 登机呢 我在35号登机口 登机 所以登机 所以登机其实是一个动作 动作 get on airplane 登机 这些人在干什么 这些人在登机 到点了 我们该登机了 我们该登机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词汇 还记得上一次我教给你的办法吗 伸出你的五根手指 想一想 今天学的第一个词汇是 这个 对吗 可是如果你忘了呢 who are you 护照 护照 对 第二个 护照上面有什么 有签证 签证 签其实有sign sign signature的意思 你的签证上一定会有一个signature 对吗 签证 第三个 是什么 是你的ID card 叫身份证 身份证 第四个 第四个 第四个是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带护照 你为什么要有签证 为什么要带身份证 哦 因为我要坐飞机 我要看航班 对吗 我的航班号码是 什么什么什么 航班 看完航班号要做什么呢 我要去登机口 Balling Gate 登机口 35号登机口 去登机口 然后呢 我们该登机了 我们该登机了 第一个词汇是 戴上眼镜 戴上眼镜 你看 这是我的眼镜 戴上是什么意思呢 戴上是一个动作 是这样 我戴上眼镜 我戴上眼镜 这是什么 这是墨镜 也可以叫太阳眼镜 为什么叫墨镜呢 墨的意思就是黑色的 黑色的眼镜 太阳眼镜 太阳眼镜 墨镜 我戴上墨镜 我戴上墨镜 好了 下一个呢 我们要说的是 戴上口罩 戴上口罩 口罩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 这是口罩 我做什么呢 我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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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罩 口罩是这个东西 戴上是一个动作 我戴上口罩 我戴上眼镜 我戴上口罩 第三个词汇是 帽子 我戴上帽子 我的帽子 在这里 你看 这里有一个帽子 我戴上帽子 我戴上帽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动作怎么说呢 这个动作叫做摘掉 摘掉 所以就有了摘掉帽子 摘掉帽子 你看 我戴上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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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戴上口罩 我摘掉口罩 我摘掉口罩 摘掉是个动作 我戴上墨镜 我摘掉墨镜 我摘掉墨镜 我摘掉帽子 我摘掉帽子 五根手指 一起来想一想 今天学了哪些词汇 第一个是 眼镜 我戴上眼镜 第二个 口罩 我戴上口罩 第三个 帽子 我 戴上帽子 第四个 我摘掉眼镜 我摘掉眼镜 第五个 我摘掉口罩 对 我摘掉口罩 最后一个呢 在这里 最后一个呢 我摘掉 我摘掉帽子 我摘掉帽子 好了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剪刀 剪刀 你认识这个词吗 这个字 这个字读作刀 对吗 如果对于汉字识别 比较困难的 学习者 或者同学 我给大家 一个小小的建议 请你制作属于自己的汉字卡 这个汉字卡 不用很多 大概 15个 20个 35个 不用特别多 就是常用的词汇 根据你的级别 好吗 根据你的级别 中文汉字 有很多是象形文字 也就是你看到它 你应该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根据它的形状 form 你可以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这个字 是什么呢 这个字就是 就是刀 没有吓到你吧 对 这个字就是刀 你可以看到 这是刀把 刀把 刀把 这里呢 你看刀刃 刀 对 刀 但是我们学的是 今天要学的第一个词是 剪刀 剪刀 这个动作就叫做 剪 剪 这是什么 剪刀 刀 剪刀 这个动作叫做剪 我剪什么呢 我想要剪这个纸条 这是一个纸条 纸条 我要把它剪 断 剪 断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个词汇 剪 断 剪 断 我再来试一遍 剪 断 那这样叫剪断吗 这样不叫剪断 这样叫剪断吗 这样不叫剪断 它没有断啊 剪断 剪断 下一个词 剪开 剪开 为什么要剪开 我来给大家一个例子 我这里 比如说有一袋零食 有一袋零食 我要把它剪开 剪开可能是这样 你看 剪开 我剪开了吗 剪开了 你看 剪开 这样我就可以打开了 剪开 剪开 这个袋子用剪开吗 不用剪开 你看 是这样打开的 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但是 我只是给你一个例子 example 对吗 给你一个例子 剪 开 剪开 刚才我们学了三个词 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 剪 刀 刀 剪刀 第二个动作 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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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词 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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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动 下一个词是 切 切什么 切菜 你已经认识的刀 这个动作叫做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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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切菜 vegible 切菜 切什么 切水果 fruit 切水果 切什么 切肉 切肉 meat 切 但是 但是有的时候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切到了我的手指 下一个 切什么 切 胡萝卜 胡萝卜 下一个 切什么 切 西红柿 西红柿 还是用我们五个手指的办法 想一想 今天学到了哪些词汇 第一个 是 你还记得吗 我拿起了刀 可是不是刀哦 我们说的是 剪刀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剪断 剪断 第三个 剪开 剪开 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 第四个是 哦 跟刀有关系 切 切菜 切菜 第五个 切的是 胡萝卜 胡萝卜 第六个 切什么 切 切西红柿 切西红柿 今天再挑战一个 再多一个 我切到了什么 哎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我切到了我的手指 我们从五个词汇开始记 慢慢增加 好吗 最起码要切到五个 然后增加六个 如果六个对你来说 太容易了 再来一个 怎么样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你认识这个字吗 这是什么 这是 药 药 对 这是什么 这是药 所以我带来一个盒子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家的药箱 这是一个箱子 里面装的什么呢 里面装的是药 所以这个箱子就叫做 药箱 这是我家的药箱 药箱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药 各种各样的药 接下来 我将给大家解释 药这个字 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 为什么这么写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字 就是药 很多人说 药这个字太麻烦了 其实 你要理解 药这个字 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上面绿色的部分 叫做草字头 草字头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药草 或者跟植物有关的 herb leb 红色的部分呢 红色的部分 其实是表示丝带 我拿到了一条红色的丝带 你看 是表示这种 可以寄东西用的丝带 或者带子 带子 紫色的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撇 横遮钩 点 这个字读作 勺 勺字的勺 勺字的勺 这里是草字头 表示草药 或者跟植物有关的东西 我们用一些 东西来代替 你看 所以可能你会问 老师 为什么药会是 由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呢 嗯 这有点奇怪 对不对 现在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为什么需要这三个东西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药垫是什么样子的呢 药店的药不是用盒子装的 古代时候的药不是这样的 古代时候的药不是这样的 古代时候的药也不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 古代的药也不是这样的 古代的药一般是由草药制成的 所以我们来找一些烹饪用的 这些东西来代替 你可以想象成 它就是草药 Lab 然后呢 我需要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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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可以包好了 我再给它打一个结 我再给它打一个结 好了 你看 这就是我的药 我去买药的时候呢 古代的时候 人们去买药 买到的药通常是这样包装的 回家之后 要把药煮了 然后用勺子喝 用勺子喝 这就是为什么 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希望刚才的演示 可以帮助你理解 药这个字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 第一部分是草药 对吗 草药或者植物 Herb Lab 这一部分是丝带 我要需要这个袋子 对 我需要这个袋子来包药 第三个部分 勺子 勺子 来喝药 喝药 好 现在让我们继续上一下的词汇 你认识的药 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这是药店 药店 你可能学过商店 店是表示shop magazine 所以药店 药店 买药的地方 pharmacy就叫做药店 为什么我要去药店呢 因为我今天感到 我感到 我感到头疼 你肯定知道这个词了 对吗 以前我拍过和头疼相关的视频 头疼 头疼 头疼吃什么药呢 在你的国家 在你的国家 头疼的时候 你吃什么药呢 还是你不吃药 只是睡觉 休息 在法国 如果人们头疼的时候 一般会吃 这个叫多利潘 它是止疼药 止疼药 也可以说止痛药 就是你头疼的时候 啊 好疼 好疼 我吃上 我吃 吃多少呢 你看 我吃一粒 我吃一粒 多利潘 吃药 我的头 就不疼了 止痛药 止痛药 还有什么呢 有的时候 人们会感到 发烧 发烧 这个词 其实比较难记 对吗 如果你喜欢吃叉烧的话 叉秀 叉秀 是香港的叉烧 非常有名 叉的意思是表示 fork 这个烧呢 其实是跟barbecue 有关系 叉烧 叉烧 叉的意思就是burning 就是很热 很热的意思 烧 那发烧 我的头很热很热 怎么了 发烧 所以帮大家来记忆 这个词汇 如果你喜欢吃叉烧 那么你就应该学会 发烧这个词 发烧 发烧的时候 你吃什么药呢 如果我发烧了 我就会吃这个药 发烧的时候 你可以吃这个药 我们也可以说 退烧药 退烧药 好 下一个呢 下一个除了 头疼 发烧 有的时候人们还会咳嗽 咳嗽 咳嗽 我和我的学生 一起发明了一个办法 怎么记住咳嗽 很难啊 他说curse curse 咳嗽 咳嗽 我有头疼 而且发烧 而且还咳嗽 我这是怎么了 很可能 很可能你感冒了 感冒了 catch code 感冒了 所以在法国 如果我感冒的话 我还会吃这个药 它既是感冒药 也是退烧药 也是退烧药 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 你还能回忆起来 今天讲了什么吗 第一个词是 第一个词是 药 对吗 我吃的药 可是古代的药 in ancient time 药不是这样的 药不是这样的 药是这样的 对 药是这样的 所以药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部分 herb 第二个部分 丝带 第三个部分 勺子 勺子 刚才我在这里 写了一个字 来帮大家 认识药这个字 药 如果我想买药 我应该去哪里呢 我可以去药店 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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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是 头疼 头疼 头疼吃什么药 止痛药 止痛药 头疼 第四个词 第四个词 啊 我发烧了 我发烧了 我吃什么药 我吃退烧药 退烧药 第五个词 第五个词 我怎么了 咳嗦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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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 curse 咳嗽 咳嗽 咳嗽吃什么药 吃 止咳药 止咳药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我头疼 我发烧 我还咳嗽 你怎么了 我感冒了 我感冒了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食馆 食馆 食 大食的食 馆 餐馆的馆 体育馆的馆 食馆 所以食馆是一个地点 是一个地方 对吗 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去食馆呢 比如 我的护照丢了 我的护照丢了 我是中国公民 我的护照丢了 怎么办 我要去 法国食馆吗 我不去法国食馆 我要去 中国食馆 中国食馆 因为我是中国公民 所以我要去 中国食馆 照片上 你可以看到是英国国旗 所以这里是 英国食馆 英国食馆 下一个词 申请 申请 申请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张表格 你看 我手里拿着一张表格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 申请表 你看到最后三个字了吗 申请表 表的意思就是form 申请表 指的是application form 我申请什么 签证申请表 所以如果你想去中国旅游 去中国学习 去中国工作 那么你就需要 中国签证 你就需要填写这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 签证申请表 你还记得签证这个词吗 我们在第二天的时候 已经学习过签证这个词了 签证 所以如果你想申请签证 那么你就需要填写 填写 填写 填写这张签证申请表 如果我的护照丢了 那么我就要申请护照 我填写的是什么表格呢 我填写的是护照申请表 再来一遍 今天提到的两个词 护照和签证 我要干什么 我要申请护照 apply passport 或者申请签证 apply visa 申请签证 我要填写 填写是一个动作 填写 填写什么 填写申请表 申请表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汇 下一个词汇是办理 办理 办理也是一个动作 但是呢 这个词的意思比较笼统 比较概括 办理 比如你去了使馆 工作人员可能会问你 请问您今天想办理什么业务 也就是你想做什么 你为什么来使馆 问您这个意思 那你可以说 我来办理护照 我来办理护照 你看办理的过程 这个whole process 需要什么 需要填写表格 对吗 填写表格 然后呢 要付钱 然后你可以拿到你的护照 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在 这个人在办理 办理护照 或者办理签证 我再重复一遍 工作人员会问你 请问你想办理什么 我想办理护照 或者我想办理签证 如果你想说的再具体一点 你也可以说 我想申请护照 因为我没有 我想申请护照 或者我想申请签证 好了 再来看第四个词 第四个词我们刚刚讲过了 申请表 申请表 如果你申请的是护照 那么就是护照申请表 如果你申请的是签证 签证申请表 这是第五个词 过期了 过期了 我的护照 过期了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给大家打印了一个 中国护照 很搞笑 Mr. Bean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人的护照 这个护照上 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还有什么呢 性别 性别 当然了 还有这个date expiry date of expiry 有效日期至 5月23日 5月23日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在这里 添加一个年 比如说2020年 如果这个有效期 是到2020年5月23日 现在已经2021年了 这个护照 过期了 过期了 这个护照 过期了 你的护照 过期了吗 我的护照没有过期 不能过期 好 这是刚才学习的第五个词 过期了 护照过期了 怎么办呢 我要换一本护照 我要换一本护照 这本护照 过期了 我想换一本新的 我想换一本新的 也有可能你的护照 比如说破损了 可能是咖啡撒在上面了 或者撕烂了 破损了 护照破损了 所以你要换一本新的 换一本新的 还有什么情况下 你要换一本新的呢 还有可能是 这个护照 没有过期 也没有破损 但是上面的签证太多了 已经没有地方 贴签证了 所以我要换护照 你看 今天用到了很多 我们前几天学到的词 比如我们学到了 我们复习到了 签证 还复习了之前那个贴 签证 签证是贴在护照上的 对吗 签证是贴在护照上的 护照贴满了 没有地方了 所以我要换一本新护照 好 这是今天学到的六个词汇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今天学到了哪些词呢 第一个词 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地方 你不经常去 但是好像跟餐馆 体育馆有关系 是什么馆 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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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你去使馆干什么呢 哦 我去申请 对吗 我去申请护照 或者申请签证 申请是一个动作 申请 第三个词是什么 第三个词是 我自己想不起来了 第三个词是什么 让我想一想啊 申请 然后是什么 你能想起来吗 你能想起来吗 我要看一看 第三个词是 啊 第三个词是一个动作 第三个词是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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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问你想办理什么 工作人员问 请问你想办理什么 我今天想办理护照 我想办理签证 办理 第四个 第四个是一张纸 我记得 这个叫做 申请表 申请表 这个词非常有用 application form 申请表 第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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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表 完了之后是 哦 是我的护照 怎么了 我的护照 过期了 现在是2021年 可是这个护照 是2020年有效 过期了 过期了 第六个 此事 过期了 怎么办 我要换护照 我要换一本新的护照 我想换一本新的护照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旅游 旅游 旅游是一个动作 对吗 你可以说 他们一家去干什么 他们一家人去旅游 对 他们一家人去旅游 旅游 当然了 旅游也可以做名词 比如 你喜欢旅游吗 我很喜欢旅游 旅游 也可以做名词 下一个词 行礼 行礼 虽然看上去是礼呀 但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读行礼 而是行礼 行礼 感觉很 是一个轻声 行礼 行礼是什么呢 你看 这是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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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行礼 这是谁的行礼 这是我的行礼 这是我们的行礼 我在这里准备了一个 行礼箱 你看 这个叫做行礼箱 上节课我们学了药箱 记得吗 medicine box 今天我们学的是行礼箱 你看它像一个箱子 像一个box 对吗 行礼箱 行礼箱 行礼箱上有什么呢 有 这个是拉链 拉链 因为这个是拉的动作 拉开 我把它拉上 拉开 就是打开 拉开 拉上 就是合上 关上 close的意思 拉上 拉开 这是我的行礼箱 行礼箱上呢 有的时候有密码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密码 密码 这个行礼箱上还有两个轮子 轮子 这样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拉着行礼箱 你可以拉着行礼箱 拉这个动作 你看 我可以拉行李 拉行李 刚才说什么 说拉链 拉开 也是这个拉 拉 拉 除了行李箱以外 还有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还会背这种背包 这种背包 这个叫背包 背包和行李箱 这些都叫做行李 这些都是行李 所以行李是一个统称 可以是背包 也可以是行李箱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词汇 第三个词汇是 打包行李 你看 他在干什么 他在打包行李 你去旅游之前 要准备你的行李 你要把衣服装到行李箱里 把你的很多很多需要的东西 装到行李箱里 我们就可以说 打包行李 打包行李 一般都装什么呢 有可能你会装 防 晒 霜 防 晒 霜 防 其实有prevent的意思 或者是protect的意思 晒呢 晒 太阳的阳光 晒在我的身上 晒 晒在我的脸上 晒 霜 霜其实有cream的意思 防 晒 霜 防晒霜 你看 这是五十 上面写的是五十SPF 我们可以说 高倍 防晒霜 高倍 防晒霜 除了戴防晒霜 有时候大家还会戴 脱鞋 脱鞋 这些都叫做脱鞋 冬天呢 有的国家习惯穿这样的脱鞋 脱鞋 这个脱鞋叫做人字脱 因为它像一个人字 你看 像一个人 人字脱 它也是一种脱鞋 人字脱 最后我们要戴什么呢 我们要戴充电器 比如说 你看 这里我准备了一个手机的充电器 这是我的手 手机充电器 当然你还有iPad充电器 对吗 有iPad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 各种各样的充电器 这是我的手机充电器 今天我们学了六个词汇 第一个 旅游 第二个 行李 第三个 打包行李 打包行李 打包行李的时候 你装了什么呢 防晒霜 防晒霜 脱鞋 还有 充电器 现在我伸出五根手指 请大家来回忆一下 今天我们说的是 去干什么呢 去旅游 旅游除了可以做动词 还可以做名词 我可以说我喜欢旅游 我喜欢旅游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旅游的话 我们需要 需要带我们的 这些都叫做 我们的行李 对吗 行李 第二个 行李 把衣服 脱鞋 防晒霜 太阳眼镜 装到行李箱里 就叫做 打包行李 打包行李 第三个 第四个呢 我们要带的第一样东西 是什么 很快要到夏天了 现在是春天 再等上几个月 就到了夏天 夏天旅游的时候 一定要戴上 防晒霜 防晒霜 有时候呢 我们要去海边 所以还要戴上 拖鞋 也可以叫 人自拖 人自拖 拖鞋 最后一样东西呢 我觉得最后一样东西 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你的充电器 充电器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背包 背包 你有背包吗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的背包可以叫书包 因为是装书用的 对吗 书包 一般这种包呢 都可以统称为 背包 背包 比如上节课我们旅行 对吗 旅行 我去旅游 这是我的旅行背包 这是我的旅行背包 第二个词 我们要说的是 拉链 拉链 拉链是什么呢 你看 我的衣服上 有一个拉链 拉链 这个就是拉链 我现在 拉下来 拉上去 拉下来 拉上去 我也可以说简单一点 比如有的孩子穿衣服是这样的 我们也可以说简单一点 把衣服拉上 把衣服拉上 其实指的是把拉链拉上 对吗 你可以说把拉链拉上 把拉链拉上 或者把衣服拉上 把衣服拉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包上也有拉链 哪里有拉链呢 这里有一个拉链 我把拉链拉上 拉链拉上 我把拉链拉开 拉上 拉开 第三个词汇我们要学习的是 开了 开了 你看这个包怎么了呢 比如说我背着这个背包 我不知道我的拉链开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的拉链开了 有一个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哎你好 你的拉链开了 我的拉链开了 哦谢谢谢谢 我拉上了拉链 我把拉链拉上 我把拉链拉上 当你看到别人的拉链开了 你可以说 你的拉链开了 你的拉链开了 好 下一个词我们要学习的是 坏了 这个拉链怎么了 拉链坏了 拉链坏了 有的时候啊 这个拉链我拉不上去 我拉不动 不能上去也不能下 也不能下去 我拉不动 我拉不动 怎么了 我的拉链坏了 我的拉链坏了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说坏了 比如 我的手机坏了 我的手机坏了 我的什么坏了 我的眼镜坏了 眼镜有问题 眼镜坏了 我的话筒坏了 我的话筒坏了 还有 我的电脑坏了 我的电脑坏了 这些都可以说坏了 下一个词 修 如果坏了 我就想修它 对吗 我要修拉链 这个字叫做修 当然你也可以说修理 在口语中 我们一般说修 我要修什么 修拉链 我要修拉链 你会修拉链吗 我不会修拉链 比如这个拉链坏了 哎呦 我怎么修呢 我怎么修 我需要一些工具 最后一个词 工具 工具 我特意带来了一个工具箱 你看我这里有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什么呢 这个箱子是工具箱 它是一个箱子 它是一个box 箱子 工具箱 我打开工具箱 我们一起打开工具箱 稍等 我们来一起打开工具箱 我打开工具箱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这有一个螺丝刀 螺丝刀 它可以修拉链吗 不能修拉链 这个不能修拉链 我还有什么工具呢 这里有两层 一层 两层 工具箱 第二层还有什么呢 这个叫做榔头 榔头 榔头 这个工具可以修拉链吗 不能修拉链 这个不能修拉链 还有什么呢 比如这里还有 啊 我找到了一个钳子 你看 这个叫做钳子 钳子 这个东西可以修拉链吗 可以 钳子可以用来修拉链 我们一起来看看刚才用到的词汇 我们说到了工具 对吗 你看 这些东西都是工具 这些都是工具 这个叫螺丝刀 螺丝刀 这个叫榔头 榔头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钳子 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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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钳子 做什么 我要用钳子 修拉链 修拉链 拉链 我的拉链坏了 我想修拉链 我用什么修拉链 我用钳子 修拉链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工具 工具 我把螺丝刀放进工具箱 我把榔头放进工具箱 我把钳子放进工具箱 工具箱有两层 一层 两层 我盖上盖子 对 我盖上盖子 好了 这是什么 这是工具箱 之前我们学过药箱 你还记得吗 medicine box 药箱 我们还学过行李箱 luggage 它也是一个box 今天我们学了工具箱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词汇 伸出五根手指 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词汇是 第一个词汇是什么呢 我们学的第一个词汇是 这个东西叫做背包 背包 学生用的叫做书包 旅行用的 旅游用的叫做背包 你可以说旅行背包 旅行背包 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是 背包上面有什么 拉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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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叫拉开 拉上 拉开 拉上 第三个词 第三个词是 你看 我的拉链开了 我的拉链开了 拉链开了 第四个词 我们说的是 我的拉链怎么了 拉不动 我的拉链坏了 我的拉链坏了 这是第四个词 第五个词呢 第五个词 我要修拉链 对 我要修拉链 修拉链 最后一个词 第六个词 我修拉链需要什么 我需要工具 工具 工具 今天的词汇都和手机 还有iPad有关 你看 这里呢 这个是手机 这个是电脑 对吗 电脑 手机和电脑都有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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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今天学的 第一个词 我手里有一个 有一部手机 你可以说一个手机 或者一部手机 这里 就是手机的屏幕 手机的屏幕 还有呢 我这里有一个iPad 对吗 iPad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 这个iPad 屏幕 电脑 电脑还有电脑的屏幕 屏幕 第二个词 我们要学的是 碎了 碎了 什么碎了 手机屏幕碎了 手机的屏幕碎了 有时候手机不小心 掉在地上 我的手机屏幕碎了 我的手机屏幕碎了 或者你的iPad 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啪 拿起来 屏幕碎了 屏幕碎了 好了 刚才我们学习了 屏幕碎了 这个表达 要特别当心的是 要特别当心的是 因为在英语 还有法语当中 都有一个is 或者是at 所以很多人习惯说 屏幕是碎了 没有那个是 首先呢 你只要说屏幕碎了就可以 另外呢 要说了 不要说屏幕碎 而是屏幕碎了 碎了是一种状态 它是一种condition 是一种situation 屏幕碎了 屏幕碎了 好的 下一个词是 按键 按键 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按键 我的手机上 有按键吗 当然有 你看 就在手机的侧面有 一 二 两个按键 一 二 两个 两个按键 两个按键 那iPad上面呢 iPad上面有 一 二 三 有三个按键 三个按键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开机按键 开机按键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新手机 我不知道怎么开机 How to turn on 所以我就问 请问开机按键在哪里 开机按键在这里 第一个按键是开机按键 开机按键 关机按键呢 How to turn off 关机按键也是这个按键 也是这个 这个是开机按键 也是 关机按键 所以你学了按键 你还要知道 怎么说 开机按键 关机按键 还有什么地方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到按键这个词 电脑啊 电脑 我现在不能按 按关机啊 我正在录视频 那电脑上有一个关机按键 对吗 关机按键也是开机按键 开机按键 再给大家一个例子 你去坐电梯 坐电梯 电梯通常呢 在电梯入口 有两个按键 上楼按键 和下楼按键 上楼按键 和下楼按键 电梯里面呢 电梯里面有很多按键 有开门按键 关门按键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 所以你知道 那个小小的东西 就叫做按键 按键 按其实是一个动作 我忘了说按 其实这个动作 就叫做按 按 英语一般说press the button 中文说按 按 你按这个按键 按 对 下一个词 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词是 快没电了 快没电了 有时候 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正在和某个人通电话 突然听到自己的手机 叮叮 你知道 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同事 你快点说 我的手机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以后 会怎么样呢 手机没电了以后 会关机 关机 那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iPad 你看 我按了开机键 没反应 怎么了 它关机了 我的iPad 关机了 还是刚才这个问题啊 不能说iPad是关机 没有事 iPad 关机 了 关机 了 我的iPad 关机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没电了 因为 没电了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说 这个快没电了 是表示 low battery 快没电了 low battery 但是这个呢 关机了 没电了 不是快没电了 是没电了 关机了 好 下一个 我们再来看看 最后一个表达是 快冲好了 快冲好了 当你的iPad 或者手机 没电了 没电了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充电 我可以说 这个词 你还记得吗 这是什么 充电器 非常棒 充电器 这是充电器 我用充电器 给我的iPad充电 充电 我给谁充电啊 我给电脑充电吗 不是 我给iPad充电 我给iPad充电 充好了吗 充好了吗 快充好了 快充好了 你看 快充好了 好了吗 快充好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学到的六个词汇 第一个词汇是 你还记得吗 第一个词汇是 屏幕 屏幕 对 这个就是屏幕 屏幕 屏幕怎么了 屏幕 碎了 屏幕 碎了 屏幕 碎了 第三个词 屏幕碎了 还有可能 哪里出问题呢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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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 我的按键坏了 按键坏了 按键坏了 这是什么按键 这是 关机按键 这是 开机按键 我只是给你一个例子啊 我忘了这个iPad怎么用了 开机按键 关机按键 下一个词呢 第四个词 第四个词 然后我们还讲了什么呢 哦 我们还讲了 滴滴 快没电了 对吗 哦 是没电了 我的手机没电了 我的手机没电了 接下来呢 我的手机 关机了 我的手机 关机了 下一个表达是什么 最后一个表达 第六个 我充电 充好了吗 快充好了 这是第六个表达 快 快 充 好了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快递 快递 什么是快递呢 我手里的这个 这个就是快递 我在Amazon上面 买了一些东西 Amazon寄给我 一个快递 是Amazon寄给我 一个快递 一个快递 那 给你送快递的这个人 他就是快递员 快递员 快递员的工作是 送快递 快递员的工作是 送快递 让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词汇是 把什么什么 拆开 把什么什么 拆开 我要把快递拆开 我要把这个快递 拆开 怎么拆呢 怎么拆呢 我可以用剪刀 把它拆开 对吗 我可以用剪刀 把它拆开 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用手 把这个胶带 这个叫胶带 把胶带撕掉 把胶带撕掉 撕掉 好了 我把它拆开了 我把快递拆开了 我们打开快递的箱子 可以看到 里面 有这样两张纸 这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第三个词汇是 发票 发票 发票上写着 我的名字 还有 我买了什么 还有 我付了多少钱 发票 我买了什么呢 我买了 一瓶 牛奶 我买了 一瓶 牛奶 我打开牛奶 我要喝牛奶 可是一闻 哎呀 这个牛奶 怎么了 这个牛奶坏了 这个牛奶坏了 你可以看到牛奶的瓶子上有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也叫做保质期 保其实就是guarantee 保 质呢 质量 quality 期日期 保质期 保质期 保质期是3月29日 今天是4月9日 这瓶牛奶怎么了 这瓶牛奶 过期了 过期了 你可以说水果坏了 肉坏了 牛奶坏了 但是很多东西啊 你买的很多东西上面 有一个保质期 保质期 过了保质期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 过期了 过期了 不能喝了 下一个 给我换一包什么 给我换一袋什么 给我换一盒什么 这瓶牛奶过期了 我想换一瓶牛奶 我想换一瓶牛奶 可是他们告诉我不能换 不好意思 不能换 那怎么办 我要退款 我要退款 退款的意思就是 我把牛奶还给你 你把钱退给我 请你把钱退给我 这瓶牛奶五欧 那么 你退给我五欧 你退给我五欧 我们来一起想一想 今天学的词汇 今天学的第一个词汇是 还记得吗 今天学的第一个词汇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快递 快递 第二个词汇 今天学的第二个词汇 什么 拆开快递 对我要拆开快递 拆开快递 拆开了 第三个词汇 第三个词汇 这是什么 这是发票 这是发票 第四个词汇 第四个词汇呢 第四个词汇是什么 过期了 牛奶过期了 第五个词汇 请给我换一瓶牛奶 请给我换一瓶牛奶 他们说什么 不能换不能换 我说什么 我想退款 我想退款 款的意思呢 就是钱 就是money 钱 退款 退款 给我退多少钱 给我退五欧 这瓶牛奶五欧 请给我退五欧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学习的中文词汇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今天的词汇 今天的第一个词汇是 香水 香水 我这里有一瓶香水 你用香水吗 你用香水吗 有的人喜欢用香水 有的人不喜欢用香水 香水呢 一般可以分成两大类啊 一般可以分成两大类 有男士香水 或者女士香水 你不要说男人香水 女人香水 应该说男士香水 女士香水 我手里这瓶 不是女士香水 这瓶是男士香水 男士香水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 是奢侈品牌 奢侈品牌 第一个词有点难发对吗 奢侈品牌 我们先说品牌这个词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各种各样的品牌 我这里有哪些品牌呢 比如这里有Niver Niver是中国品牌吗 不是中国品牌 是美国品牌吗 不是美国品牌 它是德国品牌 Niver 德国品牌 这里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品牌是Loreal 它是哪个国家的品牌 它是法国品牌 它是法国品牌 我手里的这瓶香水 它是什么品牌的呢 它的品牌是Chanel Chanel 是哪个国家的品牌 Chanel 是法国品牌 是法国品牌 但是大家注意到 Niver和Loreal 这两个品牌 可以在超市买到 我们在超市就可以买到 而且也不是特别的贵 对吗 不是特别贵 所以这些是普通的品牌 普通的 一般的品牌 可是Chanel 这种就比较贵 对 你在超市买不到Chanel 它比较贵 Chanel 这种品牌叫什么呢 我们叫奢侈品牌 奢侈品牌 奢侈品牌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词是 免费 小样 免费 大家可能知道 免费是 Free Gradule 免费 不要钱 免费 小样是什么呢 比如 我买了一瓶香水 那化妆品店的销售 可能会送给我 一小瓶香水 这么小一瓶香水 这种香水叫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 香水小样 小样 Simple 小样 或者 他们会送给你一个 护肤品小样 护肤品小样 这两个都叫 小样 小样 我要付钱吗 不用付钱 他们是免费小样 免费 小样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是动作 喷 喷了 一点 当然了 你也可以说喷了一点 我是北方人 我们一般说喷 喷一点 会加耳化音 但是有的人说话没有耳化音 没有关系啊 我是北方人 所以我会加耳化音 喷了一点 喷是这么一个动作 喷 喷 喷 我喷什么 喷香水啊 喷香水 喷 喷在哪里 我喷在了我的手背上 喷在这里 我可以在手背上 喷一点香水 在手背上 喷一点香水 我也可以在脖子上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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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香水 我也可以在我的衣服上 喷 喷 喷一点香水 我是不是喷的太多了 我刚才可能喷的太多了 所以喷是一个动作 喷 喷 喷多少呢 喷一点 喷一点就可以了 下一个词是香味 香味 什么是香味呢 香水 有各种各样的香味 这瓶香水的香味 和这瓶香水的香味 不一样 它们两个的香味 不一样 我来试着喷一点 这瓶香水的香味 很好闻 很好闻 很好闻是什么意思呢 很好闻 你看这里 很好闻 闻是一个动作 我闻了一下 很好闻 如果我闻了一下 不好闻 也可以说很难闻 很难闻 我们来造一个例子 是很好闻好吗 很好闻 有什么东西很好闻呢 你可以说香水 你的香水 很好闻 你的香水很好闻 也可以说这朵花 这朵花很好闻 这朵花很好闻 还可以说这个面包的 面包的香味 很好闻 面包的香味 很好闻 面包的香味很好闻 还有的人喜欢 柠檬的香味 有的人喜欢柠檬的香味 他会说柠檬的香味 很好闻 你喜欢柠檬的香味吗 最后一个例子是 什么的香味 咖啡的香味 很好闻 我喜欢喝咖啡 所以我喜欢 咖啡的香味 可是有的人 不喜欢喝咖啡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 咖啡的咖啡的味道 不好闻 咖啡的味道 不好闻 现在我们来一起 复习一下 今天的词汇 第一个是 香水 香水 这个香水 是什么品牌的呢 这个是 Chanel 它的品牌是Chanel 这个品牌是 一个普通的品牌吗 不是一个普通的品牌 是奢侈品牌 奢侈品牌 我买了一瓶香水 那么我还得到了一个 香水 小样 香水小样 所以我 喷了一点 我闻了闻 这个香味 你喜欢吗 这个香味 我很喜欢 这个香味 很好闻 我刚才用这六个词 试着 编了一个情景的故事 编了一个情景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能不能够 说一遍好吗 我们一起来试一遍 第一个是 香水 什么香水 男士香水 男士香水 第二个 品牌 什么品牌 是Chanel 品牌是Chanel 是什么样的品牌呢 很贵的 奢侈品牌 奢侈品牌 我买了一瓶Chanel香水 还得到了一个 香水 小样 免费小样 免费小样 这是第三个 对不对 第三个 那第三个 第四个呢 第四个是 噗噗噗 我喷了一点 我喷了一点香水 我喷了一点香水 第五个 第五个是 我闻了闻 这个香味 嗯 这个香味怎么样 这个香味 很好闻 这个香味 很好闻 说实话 这个香水 一点都不好闻 这是什么品牌的 哎呦 这个香水 哎呦 也是一个 很好的品牌 但是这个香味 一点都不好闻 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词汇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网上购物 网上购物很好理解啊 在网上买东西 就叫做网上购物 你喜欢在网上购物吗 我其实很喜欢在网上购物 为什么 因为很方便 因为确实很方便 我不用开车 或者走路去商店买东西 然后再开车 或者走路回来 我觉得在网上购物 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可是有的朋友呢 更喜欢去实体店买东西 去实体店购物 我们要解释一下 什么是实体店呢 实的意思啊 就是实实在在的 是真的存在的 就叫做实体店 比如在一家卖手机的实体店里 我可以把手机拿起来 试用一下 我可以试用一下 我可以试用这个手机 这是在实体店 可是在网上购物呢 我没有办法把手机拿起来看 我只能在屏幕上 看手机的图片 看手机的图片 对吗 如果是在一家卖衣服的实体店 我可以把衣服 对比价格 对比价格 我可以对比一下 这家店和这家店哪一个比较便宜呢 哪一个比较好呢 所以在网上购物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对比价格 对比价格 除了对比价格以外 我们还会在网上看产品的图片 对吗 图片 为什么不说照片 照片是表示我给你拍一张照 好了 这是你的照片 可是呢 这些是衣服的 或者是手机的图片 是这些产品的图片 我可以看图片 嗯 这个衣服很好看 这个衣服啊 不是很好看 我可以看图片 对吗 还可以看什么呢 在网上购物 我还可以看评论 评论 以前买过这个产品的人 会写评论 这件衣服非常好看 而且价格很划算 我给五星 五颗星 一二三四五 五颗星 也有可能呢 评论写的是 这件衣服啊 图片很好看 但是呢 质量非常差 质量非常差 评论 所以大家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还可以看评论 最近我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 图片很好看 评论也不错 可是我的衣服 买得太大了 我应该穿中码 我买成了大码 怎么办 我要尽快联系客服 什么叫联系呢 联系就是contact的意思 我联系客服 可以发邮件 一秒 也可以打电话 联系 客服 客服是什么人呢 客服是一种职业 他们的工作 就是要回复客户 客户有问题了 会联系 客服 今天学的词汇 都非常的实用 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 刚才学到了词汇 刚才我们说的是 网上购物 对 刚才我们说的是网上购物 然后我们又说了 有的人不喜欢网上购物 他们喜欢去实体店 实体店 在网上购物有什么好处呢 我可以对比价格 对吗 对比价格 对比价格 在网上购物还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看 可以看 图片 对 第四个是看图片 还可以看什么 还可以看 评论 评论 东西买回来了 我试穿了 怎么样 不合适 怎么办 联系 客服 联系 客服 你喜欢自拍吗 我看到很多人去一个地方旅游 看到景色特别的美 拿起手机给自己自拍 然后呢 把这张照片上传到Facebook 微信 或者Instagram上面 朋友们会点赞 耶 好棒好棒 点赞 那我们把自拍上传到你的Facebook Instagram 或者是微信上面 第一个我们学习的词汇是自拍 我可以说 我很喜欢自拍 或者我不太喜欢自拍 我们可以说他在干什么 他在自拍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词汇叫做拍证件照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照片 一种照片叫做自拍照 自拍照 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叫自拍照 还有一种照片呢 是因为你要去办理护照 办理身份证 或者办理签证 这种都是一种证件照 证件照 那他在拍什么呢 这个孩子在拍证件照 拍证件照 我们都知道 拍证件照的时候不能戴帽子 对吗 拍证件照的时候不能做出奇怪的动作 不能做这种动作 要比较正常 要摆出比较正常的动作 除了拍证件照 还有什么样的照片呢 有时候我们还会拍合影 比如说你要和同学一起拍合影 或者和你的同事一起拍合影 再或者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拍合影 拍合影 这是他们的合影照 合影照 所以你可以说 这种照片叫自拍照 这种照片叫正见照 下一个叫合影 大家一起一起来拍的叫合影照 合影 给我们拍照片的这些人 叫做摄影师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摄影师 他是印度尼西亚人 他拍的照片非常的漂亮 他不仅拍照片 他不仅拍照片还拍视频 有一些人专门找他去拍婚礼的视频 或者旅游的照片 有些人来巴黎旅游 会请他帮忙拍照 所以我的朋友是摄影师 所以我的朋友是摄影师 他非常喜欢摄影 摄影是一种爱好 也可以是一种职业 下一个词 摆姿势 我们都知道拍照的时候 你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 拍正见照 拍正见照的时候 我们不能摆什么奇怪的姿势 我们只能做正 对吗 面向镜头 这是我们拍正见照的姿势 可如果是自拍呢 自拍的姿势有什么呢 有这样 这样 或者是这样 这些都是自拍的姿势 你也可以说摆什么动作 摆什么姿势 拍照的姿势 这个姿势呢 还是这个姿势呢 什么姿势 摆什么姿势 最后一个表达 我们要说的是光线 你看我现在拍视频 有的时候光线很亮 太多光线了 有的时候光线很暗 光线很暗 对摄影师来说 光线非常的重要 不仅光线重要 light 不仅光线重要 背景也很重要 对吗 背景 我们之前学过 你还记得吗 我们学过教育背景 educational background 我们也可以说拍照的背景 摄影的背景 你看 我的背景是什么 我的背景是台灯 是一幅画 这是我的背景 所以摄影师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注意光线 还有背景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六个词汇 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 第一个词汇是 自拍 对 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 叫自拍照 如果是护照 签证这些呢 我们要拍 证件照 证件照 证件 什么叫证件 你的护照是一种证件 签证 也可以是一种证件 你的身份证 学生证 都是你的证件 还有什么样的照片 我们还可以拍合影 合影的意思 不是一个人 是几个人一起拍 我们可以说和同学的合影 同事的合影 家人的合影 第四个 给我们拍照的这些人 他们是 他们是摄影师 对 摄影师可以是一种职业 他们喜欢做什么 他们喜欢摄影 摄影可以是爱好 也可以是一种职业 你喜欢摄影吗 我其实很喜欢摄影 我很喜欢摄影 第五个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词汇呢 第五个 我们说的是 摆什么姿势 你也可以说摆什么动作 这两个词都可以 比如 自拍的时候 有人喜欢摆 这样的动作 或者这样的姿势 摆一个姿势 姿势 最后一个词 拍照的时候 摄影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是 光线 光线 我们可以说光线太亮了 也可以说光线太暗了 太黑了 看不清楚 太暗了 光线太亮了 或者光线太暗了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 取款机 取款机是个什么机呢 这就是取款机 可能你已经知道一些词 跟机有关 比如手机 或者洗衣机 还有飞机 机的意思 其实就是一种机械 machine 机 款呢 款是什么意思 款其实就是钱 款就是钱 取款 其实表示我取钱的意思 你看 这个动作叫做取 我取钱 或者我取款 这个机器叫做 取款机 取款机 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你会听到 取款机 这个词以外 有时候 你还会听到人们说 ATM机 ATM机 其实就是取款机的意思 当然了 在取款机上 你既可以取款 也可以 存款 取款 是指把钱 从你的银行账户里 取出来 我取钱 存钱 是指把你的钱 存进你的银行账户里 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 存钱 你可能注意到了 这里有两个词 取钱和取款 这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在口语中 在日常对话中 我们一般说取钱 你去干什么 我去银行取点钱 你取了多少钱 我取了一千块钱 我取钱 取款呢 通常用在书面语当中 存款 存钱 他们两个的 这两个词的意思 也是一样的 存钱 是口语 存款 是一般是书面语 或者是比较正式的语言 当我们使用取款机的时候 肯定要输入密码 对吗 输入密码 密码就是你输进去的那个数字 密码 密 秘密 secret 秘密 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码 号码 number 密码 其实就是pin code 当然了 我们英语可能也翻译成password 中文都是密码 请你输入密码 这个动作叫做输入密码 我输入密码 请你输入密码 当你输入密码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旁边或者是后面 有没有人偷看 偷看 偷就是偷偷的 偷看 有没有人偷看 我的经验是 如果你想使用取款机 最好是去比较安全的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算比较安全的呢 我一般会选择去银行 去银行里面的取款机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银行里面有摄像头 摄像头 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这样比较安全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 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 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词是 取款机 对 在取款机上我们可以 取款也可以说取钱 当然我们也可以存钱或者存款 当你取钱或者存钱的时候 在ATM机上存钱或者取钱的时候 我们要输入密码 要输入密码 密码可不能告诉别人 只有你知道对吗 输入密码 第五个呢 要特别小心旁边或者后面 你背后有没有人偷看 偷看 我一般选择去银行的取款机取款 因为银行有摄像头 摄像头 你家附近有摄像头吗 你工作的地方有摄像头吗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表达 第一个是接到某某某某人的电话 我可以说我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如果你的老师 你的老板 或者你的朋友给你打电话 你可以说我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我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我接到了我朋友的电话 我接到了我爸爸妈妈的电话 我接到了某某某某人的电话 这个电话是一个什么电话呢 是一个诈骗电话 可能你认识另外一个词 也跟炸有关系 那个词是炸弹 Bomb或者是Explode 炸 但是这里的炸呢 不是炸弹的炸 也不是炸药的炸 也不是爆炸的炸 你看 这个炸有一个言字旁 它表示跟说话有关系 和说话有关系 炸 炸 骗 第二个词是骗 骗的意思呢 就是骗人 什么叫骗人呢 比如我让我的孩子去刷牙 我说该刷牙了 他们去洗手间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好了 我刷过了 你真的刷牙了吗 他说我刷了 可是我明明看到有一个菜叶 还在他的牙齿上 可是我明明看到 还有一个菜叶 在他的牙齿上 那说明 我的孩子刚刚骗人了 他刚才骗我 他骗我 他刷牙了 我可以说他骗我 他刷牙了 我也可以说 他刚才骗人了 但是这是小孩子骗人 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 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误 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 骗人不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骗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这里的诈骗是什么意思呢 诈骗是一种犯罪活动 是一种犯罪活动 诈骗通常是想骗你的钱 诈骗 那我接到的就是诈骗电话 这个人想骗我的钱 诈骗电话 这些人诈骗的时候要做什么 他们要假扮成某个人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假扮成警察 假扮成警察 或者假扮成银行的人 银行 也有可能假扮成保险公司 总之就是假扮成那些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个人信息的那些人 你还记得吗 我们学过个人信息这个词 什么是个人信息呢 我叫什么 多大了 我的身份证号码 我的护照号码 我家住在哪里 甚至我的银行账号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信息 当你接到诈骗电话 这个人会假扮成警察 假扮成银行 或者假扮成保险公司 问你的个人信息 问你的个人信息 我差点相信了 可能你知道我相信 我相信你 和我不相信你 可是我差点相信了 我差点相信他真的是警察 我差点相信他 就是almost 我差点相信 我差点相信这个人 然后呢 下一个是 我突然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 反应 什么叫反应过来呢 就是有一件事情 你突然明白了 我突然反应过来 我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我突然反应过来 他们不可能是真的警察 因为我住在法国 可是他们说的是中文 不可能是真的 我突然反应过来 下一个呢 我挂了电话 当我知道这是诈骗电话的时候 我挂了电话 我可以说 我挂了这个诈骗电话 我也可以说 我挂了某某人的电话 我挂了经理的电话 我不干了 我挂了经理的电话 我挂了我朋友的电话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了 我挂了朋友的电话 有可能你和朋友刚刚吵过架 所以你挂了电话 你挂了他的电话 你挂了谁的电话 你挂了你朋友的电话 如果你想辞职 你和老板发生了冲突 你不想在这里工作了 那么你挂了老板的电话 你挂了老板的电话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 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 第一个表达是 我接到了谁谁谁的电话 我接到了某某人的电话 第二个呢 我接到了什么电话 我接到了诈骗电话 我接到了诈骗电话 第三个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他假扮成警察 他假扮成警察 第四个 我相信了吗 我差点相信 我差点相信他 我差点相信他是警察 然后呢 我突然反应过来 我突然反应过来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真的 我突然反应过来 然后呢 我挂了电话 我挂了这个人的电话 我挂了这个诈骗犯的电话 你看我刚才用到了一个词 是诈骗犯 如果企图诈骗你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 诈骗犯 诈骗犯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 社交媒体 社交这个词 我们已经学过了 对吗 社交的意思是表示交朋友 有的人善于社交 喜欢社交 社交 媒体呢 media 媒体 社交媒体 我们常用的社交媒体有 Facebook Twitter 微信 微chat WhatsApp 这些都是社交媒体 这些都是社交媒体 我们用社交媒体做什么呢 比如说Facebook Facebook上面 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同事 甚至你不认识的陌生人 他们在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Share 你可以说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也可以说share这个词 share share自己的日常生活 比如最近去哪里旅游了 或者买了一件新衣服 或者自己的孩子又怎么样了 share自己的日常生活 其实分享啊 本来是一件好事 自己高兴 别人看了也高兴 可事实上 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给很多人 带来了压力 给很多人带来了 很大的 心理压力 比如你可以说工作压力 工作上有很多问题 让你觉得很有压力 有很多的工作压力 学习 你的学习很忙 作业很多 还有很多考试 那么你有很多的学习压力 这里呢 社交媒体 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心理压力 我们也可以说社交压力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社交压力 一开始 我们在Facebook Twitter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是想让自己变得高兴 对吗 分享的时候 你会觉得 内心的幸福感 增加 内心的幸福感 升高 你会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幸福 为什么呢 很多人给你点赞 哇好棒 还有人评论 晒完之后觉得特别幸福 可是 晒完自己的生活 再去看看别人的生活 就难免会把自己 和别人对比 把自己的生活 和别人的生活 对比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在使用了Facebook Twitter 还有微信之后 我会觉得自己好有压力 越来越不想晒自己的生活 越来越不想分享自己的生活 我其实也有同感 有同感的意思就是 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 因为我发现 有很多生活的瞬间 Moment 有很多生活瞬间 是无法分享的 也是无法记录的 因为它很可能是一个 很平凡的 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 非常平凡 非常普通的一件事情 可是对我们自己 以及自己的家人 或者你爱的人 却是一件非常美好 非常具有意义的瞬间 有什么办法 可以减少这种 社交媒体 带来的压力呢 我的办法就是 尽可能的不用Facebook 我只在Facebook上面 发中文视频 但是很少去分享 自己的生活 一方面确实是没有时间 但事实上 我发现 不去发Facebook 不去发WeChat 微信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办法 我节省了很多时间 可以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 而且 我真正意义上的理解了 真正幸福的瞬间 是很难记录 很难去分享的 经营自己的生活 是一件 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 不是一张照片 也不是一个视频 能够实现的 在创业 那一期的视频中 我们聊了经营 你可以经营一个公司 这里我们指的是 经营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好 现在让我们来复习一遍 今天学习的词汇 今天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 Facebook WeChat 这些都是社交媒体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干什么 分享自己的生活 或者晒自己的生活 晒完之后呢 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了 很大的心理压力 让我们很焦虑啊 睡不着觉 你也可以说失眠 让人失眠 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还有什么问题 内心的幸福感增加了吗 内心的幸福感升高了吗 有时候 内心的幸福感 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下降了 反而减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容易 把自己的生活 和别人的生活对比 总觉得自己的生活 不如别人的好 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最好的问题是 每天花时间 去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 因为很多幸福的瞬间 是无法记录 也很难去分享的 只有你和你爱的人 能够记住他们